大家好我是董順文 今天要教大家如何保養你的SARS風的皮墊 保養皮墊其實跟保養你的皮衣 或者是你的皮家具 甚至你跑車上的皮衣 邏輯很接近了 就是希望它不要裂開 那為什麼皮衣會裂開呢 第一個在你經常的延展它 你在按的時候它會受到壓力 主要是水分 你有濕的有乾的 有濕的有乾的之後皮一個就容易裂開 所以想好不容易你的皮去淋了雨之後 沒有常常擦乾 它會可能會發霉然後還會裂開 那所以我們重點是要保持它的裡面的油脂 一方面也可以讓水分不要滲進去太多 二方面就是當它 好像這個水分進去之後 不知道怎麼會把那個油脂逼出來 它就會皮皮就會比較容易乾裂就對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保養我們SARS風皮的 就是希望它能夠一直保持很有彈性 有點油脂 那我給大家看皮墊好了 我這邊剛好有一顆還沒拆的皮墊 拆開來 拿剪刀 也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皮墊的構造 好 一個皮墊呢包含幾個部分 當然這外面這是真的皮 然後這皮有很多種皮 然後 確實什麼皮 我也不知道 牛皮啊豬皮啊什麼 應該不是豬皮啊 應該牛皮啊 我好像聽過說有馬皮的 那這幾年還有所謂的袋鼠皮啊 或是其他的皮革 袋鼠皮其實蠻好的 我上網研究才知道原來袋鼠皮 是所有皮革裡面 最耐水的 最防水的 最不容易乾裂的一種皮墊 所以在網路上你如果搜 可以搜得到所謂的rude pants 那中間這個地方叫做反響板 因為你的樂器是蓋子蓋在這裡頭 其實皮革只露出一點點 那中間這塊叫反響板 那這塊反響板呢 有不同的構造跟結構還有材料 像這個就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不是金屬 它是橡膠的 塑膠的一個零件 那我這個比較特別 它中間還有一個造型 是稍微拱起來的 它們叫core 就是一個稍微兼凸的造型 這是一個很久以前的設計 20年代好像 我忘記那叫什麼牌子 Armstrong還是什麼牌子的 薩斯風的設計 然後用到現在 那現在很多樂器 它反而中間是金屬的 甚至如果你在國外 可以買得到有特製的反響板 好比說有鍍銀的 鍍金的有造型的 什麼螺旋講紋啊 什麼東西的 所以現在有些師傅 他會買只有皮墊 中間沒有反響板 只有一個洞的 然後裝上他自己定做的反響板 去改造它的音色 但說實話 這些東西比你想像的差別有限了 那大概一個概念就是用 中間用你可以想像的塑膠 或是這種橡皮的 它蒸把樂器稍微會偏暗一點點 那如果你用的是金屬的話 樂器基本來說 它的反射比較快 金屬比較多 所以對高音來說比較明顯 所以你樂器聽起來比較亮一點點 大概是這兩個大概的方向 那今天重點不是這個 重點是講這個 皮的部分 那皮的部分我們進來 就是希望它保持彈性 我翻過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其實是一層皮 中間包了一塊 像硬直板的東西 也許不同牌子有不同的設計 但絕大多數都是這個 那有些品牌呢 甚至上面還會有印上它的logo 比如說像Selma 你原廠的皮墊 它上面都會有Selma 打上的打印的 原廠的皮墊 那不同的牌子 那這個應該是一個 我從美國買來的 我不確定是美國工廠 還是你們做的 那像我現在這把沙松上面 裝的就是這個 我把它原來的Selma 換掉了 我全部都裝的是這種 中間有煎起來的 那至於要換有差別多少 其實是假白了 我其實不希望大家花太多錢 不要說我買什麼 大家都買什麼 其實重點是多練習 我真的是想多了 那所以我才換了這個 Anyway 我們來保養這個皮墊 那皮墊有幾個重點 所以如果你觀察你的樂器 好 我等一下我先把這個 打開來 把neck拿掉 翻過來給大家看 好 如果你觀察你的皮墊 你的皮墊在 像你可以看到這底下 比較低的硬的這幾個蓋子 你可以看到這裡面 都有很明顯的紋路 看得到嗎 有明顯的它一個 壓下去的凹圈 這個你看新的皮墊是沒有的 新的皮墊上是沒有這個凹痕的 這個都是被壓出來的 就是它在出廠的時候 它會有的工廠會稍微加 把它稍微加熱 然後用軟木塞 或什麼東西把它頂著 所以你看你樂器 當從箱子拿出來的時候 基本上裡面都 這蓋子都全部都蓋住的 就是要保持這個壓紋 那這個壓紋久了之後 它如果你現在一直不按它 不按它的話 這個紋它是有可能變淺 彈回來的 所以小心 如果你樂器會漏氣的話 第一個就太久沒吹了 像我的樂器的氣密度就很好 因為天天吹它 那基本上我每次練 我高音低音都有練到 所以我每個音 基本上它的壓紋都很平均很深 那你今天常常不吹的話 好不說 可能好不說三個月半年沒有吹的樂器 常常遇到的學生是說 這個樂器是誰買了 留下來好幾年的 他現在拿來學 那樂器基本上你都先拿去調整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放久了 這些紋路都變淺了 也許你肉眼看 看起來好像還是有一圈 有一圈 但事實上可能有的凹 有的深一點 有的淺一點 你肉眼看不出來 所以基本上要常吹 樂器要常吹 就像腳踏車一樣 你一直騎它反而沒有漏氣 你久不騎它就漏氣一樣 樂器要常吹才好吹 好 那這個皮革像我現在摸 它非常柔軟 它其實蠻薄的 你甚至看這一面看得出來吧 它其實不是很厚的皮革 很薄的一層皮革 那中間經過什麼處理 我相信每個家廠家都不太一樣 那像我這個我摸起來就是素素的 有一點點阻力 表面上感覺沒有上過什麼東西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把它上油 那上這個油呢 這幾年其實你在外面 你的樂器廠可以買得到類似像這種 產品 這是日本公司出的叫做 Pet Guard 它也是用保護皮革的 就是如果你今天 什麼時候要用這個油呢 基本上我是喜歡 我的樂器一直都油油的 那有個狀況你一定要用 就是你今天如果覺得 好不好說你的伸收 伸收那個音 怎麼按下去沒有伸收 表示什麼 表示那個鍵黏住了 為什麼會有這個狀況 如果你觀察你的薩斯風 薩斯風有些蓋子是天天都開著的 好不好說 像上面這個希臘手 但你們知道這個蓋子是一直蓋著的 這個蓋子是什麼 這個蓋子是伸收 像我現在按伸收的鍵頭 它才會打開來 它才會打開來 但是這個蓋子 因為它經常是蓋著的 所以如果你的 你的樂器上面有水器 然後這個水裡面 又沾到了這個皮墊 然後它濕濕的 然後又一直蓋著的時候 那一圈的這個地方 就會生生 就會長東西 它會有黴菌 或者什麼東西 細菌的產生 它就會黏黏的 黏黏的之後 你按下去之後 它就會黏住 彈不起來 或者是你的按鍵按起來 會有 那個聲音 的時候 表示這個皮墊都有一點 黏黏的 黏鍵 還有一個鍵常常這樣 就是生兜 生兜在哪裡 在你的這個 我們薩斯風的基本上 每一個蓋子 就是一個半音 我把它轉換給你看 所以當你全蓋住 最底下這個就是降西 這個是西 這個蓋住是兜 這個是生兜 反過來講 你要吹生兜的時候 這個要打開來 你看你可以觀察一下 這邊這幾個蓋子 這幾個都是一直開著的 這兩個鍵的問題 是因為你吸跟降西不常吹 所以我剛剛講的 上面那個凹痕的紋路會變淺 這個要常常練習低音 或者偶爾把它壓一壓 那這個鍵的問題 反而是因為它天天蓋著 又不常吹 對不對 不常吹 然後這個又在管子的底部 所以這邊會累積很多濕氣水氣 然後你放在箱子裡頭 這些水氣散不掉 它就沿著這個密閉的這個圈圈那個地方 長東西 然後這個鍵就變黏黏的 所以很多學生他可能 突然間要學到聲兜 按到那個聲兜 這個指法 也怎麼聽起來沒有變化 就是因為這個鍵 它彈不起來 所以這時候這些 這些東西就有用了 你就要上上去 他某程度在說 你在上游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幫我把這個圈圈都清一清 如果你就會看它 看起來黑黑的 皮墊上黑黑的 這都需要清一清 保持它 有一點油脂 它就會有潤滑的作用 它也不容易黏住 那 可是上游呢 基本上我不是只上這兩個鍵 我只是提醒到大家 就如果你今天 你的伸收 或伸兜有時候 都吹不出來的話 通常都是這個問題 然後這時候你就要上一點 這個皮墊的油了 那每個老師有不同的 上的方法 像我有聽過老師 他就說 他用的就是嬰兒油 基本上保護皮革的東西都可以 甚至你有些 用那些 你擦在皮椅上的 汽車皮椅上的 或者是擦在 衣服的 皮椅上的 那種油都可以 但記得要稍微 找稀一點的油 因為你這個油 如果太夠 它反而會更黏 對不對 它如果塗上去一層 像乳液一樣太多的話 你按的時候 它就更黏 而且擦不乾 那 像這個Ped Guy 也是這幾年才有的東西 我小時候也都沒有這個東西 我平常上的油 其實也不是這個 我跟大家推薦我上的油 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我買 我的樂器的時候 那邊認識的一個 在波士頓非常有名的 修樂器的師傅 他甚至在 薩斯風雜誌上面 那個 在美國很有名的 沙中間肉的雜誌上面 他有專欄 以他的名字 人家都叫他薩斯風 Doctor Sax Doctor 那他的名字叫 Emily Alliance 然後他修過很多 大師的樂器 包括 Jung Ho Tran Stan Gads 什麼的 那那時候 我跟他買樂器的時候 我就很喜歡跟他聊天 那老先生就 就咋了 講很多 當年怎樣怎樣 然後他就會聊到 每一個老師 每一個大師 包括Kenny Garrett 包括這些人 每個人對樂器的 想法的不一樣 怎麼 怎麼挑樂器啊 怎麼練習啊 追求的是什麼 那時候跟他聊天 得到很多靈感 然後那時候 就跟他學了這招 怎麼擦皮墊 那這幾年 確實因為薩斯風很流行 所以很多薩斯風專用的產品 越來越多了 但以前沒有 以前沒有薩斯風專用產品 所以他推薦我東西 蠻有意思的 給大家看 是這個 登登 這個叫做 Old English 油 這個油呢 它是一種 用檸檬提煉出來的 一種檸檬油 它不是吃的 它是用來擦在 木頭家具上的 如果你家裡有那種 原木的家具 甚至表面上比較沒有漆的 這個油非常棒 然後它可以擦在上面 把表面弄乾淨之外 可以保持有一層薄薄的油 在這個家具的上面 所以它其實本來是家具用的油 也不貴 我記得這麼一大罐 就是幾塊錢美金吧 非常大罐 大罐到不得了 這個是幾盎司 哇賽 這是 16盎司 16盎司多 一瓶多 Anyway 這邊有寫 473cc Mall 473cc 這麼大一罐 的油 這可以用很久了 這基本上可以用快一輩子了 一把樂器 那 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流動這樣 它其實是一個很吸的油 然後買的時候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牌子它有兩種顏色 一個是像你現在看到這種淡黃色 像沙拉油一樣的顏色的 有一罐是比較黑的 它在裡面有加了染劑 它是給那種深色家具的 好不說你的家具是黑色的 是什麼 來塗的用的 或是木頭地板 所以記得不要買那個 然後那個它是有加染料的 這個比較天然 這個沒有加任何的染料 它就是一個很天然的 這個檸檬做的油 好 那我以前就是把它打開來 我拿另外一罐小罐 欸 我這邊有一罐小罐 你看這罐就快被我用完了 這個用 就用17年了 這罐現在用到這樣子 這才200多cc的這個小罐子 好 我都可以用 我快20年的時間 好 基本上我就是把它打開來 然後我之前我都會把它 倒出來 倒在蓋子裡頭 然後用這個棉花棒去沾 沾了之後呢 再塗在我的皮墊上面 那後來我找到一個方法 我在那些賣這種瓶瓶罐罐的地方 我找到這個 好 這是有點像指甲油的罐子 好 那我就把這個油呢 裝到這個裡面來 然後呢 讓它有一個這個刷子 好 我就直接刷在我的皮墊上 來刷給大家看 好 基本上我就每一顆皮墊都刷 好比如說像現在這個地方 我就可以這樣伸進去 好 盡量伸得到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要學我的話 你記得要買 想辦法不要買到太短的喔 其實我很想再找更長的 這個如果有幾個鍵 你確實要想辦法 不同的面不夠長 只能刷到一半多一點 好 但小的蓋子基本上沒有問題 我很希望它能夠長到 甚至這個罐子也長一點 像那種 呃 睫毛膏那種刷子那麼長的 就很棒了 好 我就沾 然後我喜歡塗多一點點 好 因為你今天塗了之後 它會慢慢滲進去 它會被這個皮革吸收 然後每個皮墊都塗 你也不用塗得很仔細了 好 那就趁機就是這樣 所以把那個 特別是我剛剛講 有凹橫的那一圈 稍微刷一刷 把金融不要有髒東西在上面 把它刷下來 我就整片都塗 讓它濕濕的 那因為我這個中間的反響板是 塑膠的 所以也沒有什麼生鏽的問題 我就反基本上都塗了 我就每一片皮墊都塗到 好 每一片皮墊都塗到 然後把那個樂器 翻轉到不同角度 盡量都每個都塗到 好 特別是我剛剛講 像這個伸收 這個蓋子 它平常會一直蓋起來的 所以我現在按下去 我用小指頭把它按下去 讓它打開來 好 這個一定要塗到 這個鍵最容易黏鍵了 不過說到這個黏鍵 也是因為跟它設計有關係 當我這個鍵 小指按下去的時候 它其實並沒有把它抬起來 它只是放鬆它 然後是這個鍵 它底下的彈簧把它推起來 並不是我的手指力量把它拎起來 提起來的 所以其實有些牌子有不同的設計 像 Kellworth 那個德國的樂器 它上面就有些樂器 它設計了一些bridge 什麼的連桿的設計 蠻有意思的 所以這個薩充其實都還是有可以在進步的地方 我再沾點油 我很喜歡做這些事 我很喜歡這些這樣子 保養樂器 然後看看這個樂器的變化 你每次很仔細的停下來 再查它 幫它上油的時候 你就會感受到這個樂器 哇跟著你 去了多少地方 做了多少飛機 見了多少人 吹了多少歌 每次都很有成就感 我喜歡我的樂器是 我不知道就是 有使用痕跡的 我知道有些人的話 有一點點反痠 就黑黑的 或是有一點點刮痕 就受不了 我不會 我喜歡我的樂器就是 我只在乎大家 我幫我吹有沒有漏氣 如果它漏氣了 或者什麼的 被我摔到了 我當然會很心疼 但是它上面有點傷 我自己人都不介意 我覺得那就是 跟著我旅行的痕跡 你看人也會啊 我就 這個紋路也越來越多了 都老了 沒關係 這就是生命嘛 對吧 好 對我來說 它能夠陪我 撐過多少的練習 撐過多少的演出 那才是了不起的樂器 好 像很多人跳樂器 我一直想到大家都在講 音色音色 音色是跟著人走的 你看 你看那些大師 像Challie Parker 吹什麼樂器 聽起來都一樣 Challie Parker 是最特別的 如果你 如果你多聽一點他的故事 你就知道 他其實 他一輩子用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樂器 他一方面生活亂七八糟了 跟錢啊 什麼東西 毒品還有關係 所以他每一陣子 他就換一把樂器 你可能上一把樂器都當掉了 去買毒了 或者是什麼什麼之類的 好 雖然有人說他吹的是什麼 控的啊 什麼幾號幾號的 那也只是一段時間而已了 海報這樣拍一拍 也不等於他的唱片 就是那把樂器錄的 甚至他有一張專輯 用的是塑膠做的薩斯風 並不是那個樂器 特別好翻 而是因為那個時候 銅銅貴 所以有廠商做的塑膠薩斯風 金屬的框跟零件 但是其實那個樂器 其實不是好樂器 可是你聽他的專輯喔 聽起來都一樣 他甚至吹嘴也不一樣 可是太厲害了 所以對我來說也是 我在挑樂器的時候 我喜歡耐用的樂器 好這個很重要 我其實這也是 我覺得包括像 Selma這些工廠 Yamaha這些工廠 很成功很成功的原因 就是他的樂器 某種程度說 他透過一些設計 經久耐用 你看都幾十年的樂器 到現在都還在市場上 都買得到 而且都還是很漂亮 很耐吹 都插到了嗎 對上面 我們上次介紹鍵油的時候 也跟大家講了 上面這幾個鍵 其實最容易 容易破 也就是因為他經常都 水分最多 因為他畢竟在最靠近 這個上截嘛 所以這邊的油 要多上一點 你會發現到 你光是這樣觀察 你就知道那個皮墊的 就跟底下皮墊 看起來很不一樣 因為他就經常被 比較硬的彈簧壓著 然後又 就比較小 對不對 比較小 所以那個皮革承受的力量比較大 然後又經常是比較濕的 所以這上面的皮墊 通常狀況都比較差 當然就算你真的皮墊破掉 也沒有關係 就去換就好了 不要捨不得 不要捨不得換皮墊 薩斯風就是怕摔 你看同座 可是這些皮革也好 軟木也好 彈簧也好 這都是經常可以換的 而且台灣特別特別方便 到處都有很好的師傅 可以幫你換樂器 甚至不管你在哪裡也是一樣 想辦法 都要認識一個好師傅 很重要 就像你買再貴的車子 如果都沒保養 這車子也跑不動吧 樂器也是一樣 我曾認識一些學生都問 一問 哇他買來到現在什麼 三年五年都沒有去給師傅檢查過 不行喔 你今天自己吹 你可能沒感覺 但我們很有感覺 我一吹就知道這個樂器狀況好不好 因為我第一個 我剛剛講我天天吹它 然後我也知道我自己的狀況 所以我知道這個樂器 今天是不是彈簧變景了 今天是不是哪個地方 怎麼某個音我覺得主力大的 可是學生你自己可能不知道 你會覺得是不是自己吹不出來 然後開始怪吹嘴怪主片 可是有些時候其實是樂器的問題 所以經常去給師傅保養調整 然後也跟多跟很多的師傅聊天 你會學到很多的知識 就像我剛剛講 我學到這些油啊 就是因為認識了這個 Emmanuel Lyons的關係 他教我好多喔 而且那時候很有意思喔 我那時候念書的時候 二十年前在波士的念書 他已經七幾歲了 你可以想像那些美國年輕學生都不太愛理他 因為他是老先生嘛 就很喜歡講講講 唸唸唸唸 你在那邊跟他買東西 試樂器他會跟你說 你那樣不對 你那樣不對 這個 那個誰啊 哪個大師啊 寇勸都怎樣 Stangage喜歡什麼 Sunny Steve都要挑什麼樣的樂器 講很多 那你那些年輕的大學生 你可以想像美國年輕人 就很不想理他 都甚至找別人修 可是我不會 我甚至那陣子沒事 我都覺得去跟他聊天 好意思喔 特別是念書念到壓力好大 都快吹不下去的時候 就把去看看樂器啊 逛逛樂器 好像跟他聊聊天 然後 當然都買不起 沒辦法每次去都買東西 太貴了 然後東聊西聊 就得到很多這些小故事 然後給我很多練習的靈感 好 那當然你也不一定要跟我一樣的油 我剛剛有講 我認識很多的上中老師 每個人都用的油都不一樣 好如果你擔心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去買 像這個 現在台灣很多藝像都買得到 叫做Pet Guard 這個Guard就是保鏢的意思 保護皮墊的意思 好 然後他這邊又想 可以讓你的皮墊一直保持在很新的狀況 那它是什麼成分缺少 我看不懂 我不會日文 but anyway 我覺得也不錯 我覺得我用過的我覺得也不錯 而且他這個罐子也是 跟我一樣 他本來就附著一個桿子 而且桿子很長 蠻好的 就是這樣塗上去就好了 聞起來沒有什麼味道 我這個聞起來很像 因為它是檸檬做的油 所以還有一個 真的我突然之後 我那個樂器整個箱子都是這個味道 因為我以前在美國 剛剛講給那個這個 沙松大克的修 所以我以前的樂器做的味道 所以我就很懷念 所以後來就算買了 有買過這個之後 我還是比較習慣用這個 O-English O-O 那這個油 我剛剛講很便宜 應該你去那種上網找一些家俊行 他們都有賣類似的油 特別在美國買好便宜油 我不曉得台灣是什麼價錢 那台灣人就是記得要愛護你的樂器 經常保養他 如果擺弄沒有關係 去找台灣這些 或者是找很好的樂器的師傅 請他幫你檢查 了解 然後你去甚至觀察一下 人家怎麼把皮墊裝上去的 其實你了解他之後 他其實就是一個很精巧的 沙松就是一個非常精巧的一個機械裝置 裡面包含了人類這100多年來的智慧在裡面 所以包括皮墊的材料 皮墊後面的這些東西 它其實都有關聯 然後都會影響到你的吹奏 你的音色 或者是你的感覺 好 那 所以上次跟大家分享的健有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皮墊的保養 那記得要嚐嚐保養喔 下次見